什麼 你們還沒有聽過風之谷這款遊戲 沒有可能的吧 我在吃奶瓶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這款遊戲的存在了我 各位今天小丁呢 就跟大家一起來體驗一下 這款一直以來都非常火爆的風之谷 那麼今天這款Maple Story of Evolution 是風之谷官方正版授權的IP遊戲 所以說這個遊戲 將會保留端遊版本裡面 最經典的職業 地圖 怪物 還有它的背景音樂 我相信老玩家們聽到這個音樂的時候 都有一種熱血的感覺了是不是 想想當初在刷怪的那個情景 真的衰啊 為了謝謝大家一直以來支持呢 我今天呢 自逃腰包 給大家準備了一個現金抽獎活動 那麼在接下來的影片中 我將會放置兩個小彩蛋 你們只需要找出這兩個小彩蛋 並且截圖一下 你已經在下方點贊跟留言的截圖 一併發送到我的電郵中 那我就會抽出身為幸運 送出一百碼幣的現金禮包 所以說你們一定要給點面子參加一下 這可是自逃腰包的 好啦兄弟們 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體驗一下這款遊戲 到底好不好玩 嗚呼 來了來了兄弟們 有沒有看到 這個帥哥就是我啦 雖然我現在穿著睡衣 但並不代表我的實力很弱啊 呃 七千多戰列啊 好像確實挺弱的 嘿嘿 每個新手都有過渡期嘛對不對 好我們先去冒險那邊看一下啊 這個功能也是我一個非常喜歡的功能 因為我們以前老玩家玩遊戲的時候 都非常渴望 得到一個腳本可以自動幫我們刷怪 那現在這款遊戲呢 你只需要到這個冒險的地方 你就可以自動刮機刷怪 是不是非常方便 你沒空的時候也可以來這邊刮刮等級啊 挺爽的 我是覺得啊 那老楊選的這個角色呢 是一個法師的角色啊 老玩家們 我相信我不用講你們都知道了啊 畢竟這是一比一還原的嘛對不對 嗚呼 你們看一下 我說那刷怪的感覺就是這樣子啊 你們看一下那個數字 呵呵呵 超爽的不是開玩笑啊 然後法師還有一個瞬移的技能 我覺得挺帥的 給你們看一下 啾 啊對 你就可以直接逃離現場了 哈哈 哇看起來這隻應該是小boss來了 不過也得死啊 嘿嘿 來來出發去冒險之前 我們先打造一下我們裝備啊 哎呀這把看著就是帥啊 拔街的武器啊 可以直接打造出來嗎 nice 啊然後把升級版的睡衣也打造一下 呵呵呵 確實挺像睡衣的 但是那個戰力也加的蠻多了對不對 嗚呼 整道紫色裝備就來了 剛剛我們從7000多戰力 直接飛到6萬多戰力耶 呵呵呵 我也太強了吧這個 來我們挑戰下一關看一下 嗚呼呼 直接秒殺有沒有看到 嗚呼 我終於明白了 這肯定就是老玩家的情威所宅 當大家看到自己攻擊的那個數值 跟看到一堆東西啊 在飛過來你的背包裡面的時候 那感覺是真的治愈啊 欸這裡有個快速戰鬥耶 這是什麼來的 快速戰鬥可以獲取200分鐘的掛機收益 我試一下我試一下 不錯不錯 升了一集啊 我們現在已經27級了 是不是超級快了 哦來了來了 兄弟們 紅寶王啊 大佬來了大佬來了 你這個老窩牛 哎 我們先跑一下 我們先跑一下 拉個距離 這個只需要我們拉一下距離就可以了 啊 我秒了嗎各位 哎等一下 這個什麼 哇哇哇 很多獎勵哦 就這樣子拿的 原來 快快快快快快快 啊 還有這樣子玩法的 那挺不錯的吧 維多利亞港我們現在已經通完了 我們去看一下別的地方吧 接下來應該是去這個魔法秘靈吧 順便我們也升級一下技能吧 你們看一下 這個毒物跟召喚驗魔 是我最新拿到的技能啊 感覺應該是很厲害 把他申報他吧 OK 差不多了 因為我沒錢啊 哈哈哈 這邊你們只要按作戰啊 到一定的等級 他就有很多副本可以玩 你們可以看到 是不是 我先帶你們去玩一下這個 冒險家修煉場 哇 這個經驗賊多 我昨天打了一次啊 在這邊你們之後 如果有朋友一起玩的話 可以直接拉他進來 一起打這個副本 然後他經驗真的是超級多 OKOK 人來了人來了 出發出發 哇哇哇 喂 小單子咧 我都還沒有出技能 你們就秒殺了 搞什麼鬼 哇 他們的角色也很厲害耶 喂 我還沒有玩呢 你們搞什麼飛機啊 不過你們看一下 我傷害也是挺高的 八十四萬九千啊 好 遠征隊 哇 這應該是一個新的副本 來的嗎 你們看一下 有殘暴焰魔跟貝倫 看起來超帥的吧 這個 然後在這個本裡面 還可以掉很多七階的武器跟裝備 他現在只有簡單的可以打是不是 不是哦 他原來除了簡單以外 還有這麼多個等級可以選耶 哈哈 哇 太牛逼了吧 我們時間從簡單的打起吧 不懂有沒有人要給我打簡單的 可能那些大佬都已經很高級了 OK 大家要36集啊 我們來看一下 哇 這個怨魔的血條也太厚了吧 來來 我先找個空洞位置 這樣子我才可以看到自己啊 因為那個技能太炸裂了 你們懂嗎 哇 他有一個召喚猴子分身出來打炮了 這個 這是盜賊嗎 這職業 挺搞笑的 有一對猴子在幫他打炮 啊 不過沒什麼用啊 你們看那個傷害就知道了 我這個法師是最牛逼的 我在想 我這個三十多劑 已經能打這條傷害值了 那以後 高等級的時候 那個素質不是更加牛逼哦 哇 等一下 紙裝的法師鞋 可以可以拿走拿走 欸 現在可以召喚寵物了 各位 來我們先召喚一次 免費的 看一下能召喚出什麼 欸 這是什麼 金色金色金色是嗎 SSR 嗚呼 哦 你們看一下 原來這個遊戲裡面 最終可以帶七隻寵物 他每到一個特定的等級 你就可以多帶一個寵物 然後我們下一個 就是四十二集 就可以多帶一個 OK 來 我們先幫我們的小垃圾 升級一下啊 給他吃點糖果 兩集就好了 兩集就好了 等一下去打怪再升啊 來來 我們再挑戰一下燕魔 看一下有沒有變厲害了 OKOKOK 開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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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緊張啊 不要那麼緊張啊 我還沒有測試我自己的傷害啊 沒有接觸的話 我剛剛應該是打了六千多萬的傷害 這一次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總傷害能打多少就知道了 欸他要死了他要死了 可是我這傷害怎麼還是六千多萬啊 啊 那看起來我這個寵物好像不夠厲害哦 不行 那這樣子我們今天也要抽到一隻比較厲害的 來吧 家人們 我目前可以抽四十五次 他這裡要抽六十次 才會獲得這隻UR的紅醋角絲 但我告訴你們 不用六十次 我們就可以抽出來了 你們看著吧 可能單抽就已經出了 OK非常好 抽了一個我最不想看到的碎片 而且是凸鷹的碎片 哈哈哈哈 好單抽完 就要來一隻十抽了兄弟們 啊啊啊啊啊 直接出來吧 唉 我告訴你們 這只是熱身 是時候出來了UR寵物 哎呀怎麼還是金色啊 我們抽了一隻新的SSR貨運熊 好吧 回去搬貨吧你 別吵了 啊啊啊 哎呀 怎麼還是金色啊 有沒有搞錯 好了 全場的目光都看過來 最後這十抽 必出UR英雄 點下去 然後 按住這個石頭給它 爆 爆 一爆 給我一個綠咕咕 啊沒關係啊 如果我再有十五顆 我就可以拿到它了 是不是 也是一樣了嘛 就不去跑底而已嘛 人生總要經歷一下 跑底才有感覺的嘛 不然這遊戲都沒感覺了 對不對 所以說我目前有八個月亮石 我只要多七個月亮石 我就可以保底出了 但是我告訴你們 真正的強者是不用保底的 來 我們多買兩個就差不多了 你們給我看著 我的紅醋角絲 兄弟們 我就說真正的強者 是不用保底的 我又沒有說錯 還多一個SSR19 太爽了吧兄弟們 來來 把我們的紅醋角絲給放上去 一下子加7000的戰力啊 剛好我們開了貝倫的關卡 去試一下 看一下我現在可以打多少傷害 哇這個貝倫還會遁地的 你們看到 剛剛直接消失了 中場休息的樣子是吧 我感覺他應該撐不了多少 因為我們這次的其他隊員也蠻厲害的 他們打的傷害跟我差不多 OK 非常好 我們還是第一輸出啊 挺牛逼的 我們這裡可以加入一個冒險團 就工會嘛 是吧 什麼肥絲 你們看一下他們的戰力 全部都比我高了 我還以為我已經很高了 原來我才 OMG 那進去領薪水就好了 怎麼搞錯團長有薪水 其他職位呢 為什麼我沒有得領 你們看一下 這個無盡狩獵吧 哦 這麼高血的 真的假的 這個無盡狩獵 134級喔 這是G2 那完蛋了 我是不是要呆了 你們看一下我們前幾名的傷害 打超級多的 不行不行 我拿不到第一 我也得排個第二是不是 做個第二我們告訴團長 我們是有做事情的對不對 來來來來來 欸 What 有時間限制的嗎 我還以為可以一直打 欸 各位來看一下我們的家園系統 有什麼東西啊 我們要先取個名字耶 那就叫大鼓咕之家吧 啊 今天大鼓咕之家正式成立啊 各位有沒有看到非常大的鼓咕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們這裡可以放什麼東西進去了 窗簾 啊 上面那層都給我看風景的 下面這層都給我彈鋼琴的 有沒有看到 哇 真好 我相信你們也知道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是可以創造很多不同的角色跟職業的 啊 那我今天順便問我朋友借了一個弓箭手的號 來展示一下給你們看一下弓箭手這個職業喔 啊 小單子咧 為什麼我朋友這麼帥的嗎 哇 你們看一下他的實裝 再看一下他後面那幾個寵物 我就知道你們看一下他的寵物 EXR跟SSR 而且都是bling bling的 再看一下他的實裝 超帥的這個機甲風 瞬間我不想玩自己的號了 啊 不過大家放心啊 你們現在只要去我旁邊那邊掃碼一下 預約一下遊戲呢 你們也會送一套厭魔實裝喔 你們看一下整個穿起來是不是很像冒險家的感覺 我告訴你們新手人穿這套已經很不錯了 因為他也是有俗性家的知道嗎 至於如果你們想抽象我朋友那麼帥的服裝啊 就只需要來到這個實裝設計師這邊 然後他就有幾套衣服給你們抽啦 看一下你們想抽什麼 哇塞看著有沒有很像那種吸血獵人 欸我朋友剛好這邊要55抽 6W 我們來抽一下看吧 啊先來投實裝 告訴你們直接來了嗎 真的欸 而且這實裝抽就保底了喔各位 再來實裝 說不定頭髮也出來了呢 嗯 這次出了另外一個服裝喔 這樣子也不錯啊 沒事 再抽這實裝他就來了各位 肯定是頭盔不會重複的我抽東西 再來一次我都不相信沒有頭盔 那是不是 沒有頭盔至少有眼睛 我們拿我朋友那個帳號來打怪一下 看一下這弓箭手到底牛不牛啊 哇他那個機能特效太帥了吧各位 你們看一下 我要轉直去弓箭手了 那弓箭手刷柜也是這樣爽的喔 那不比法師差欸真的喔 哇這個關卡的金蛇 好可愛可是他好硬喔 各位你們看一下 超硬的搞什麼好欸 我知道了我們要數這個傳送完 不能給怪進去 不然的話就會失敗了對不對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 來來來 下面很多鱷魚下面很多鱷魚 不過全被我們的隊友秒殺了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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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大隻喔 果然高等級的關卡是不一樣的啊各位 commoncommon拉去後面拉去後面 連我朋友這麼高戰力 也頂不住這些怪欸 刺激刺激刺激 你們看我們剛剛打的那個就是進擊的怪怪 然後他之後還會開很多新的活動啊 大家都可以自己體驗一下 好啦各位那我相信你們看到這裡呢 對MAPPLE STORY R應該是有一定的認知了對不對 我相信你們也能看到這個遊戲呢 刷怪的時候真的是非常爽 整個遊戲玩起來你又不用太費力 你在上班的時候也可以開起來掛機玩 非常非常的輕鬆啊 而且這個遊戲完全不吃你手機的容量 不夠幾百MB你就可以下載完整個遊戲 非常的簡單 MAPPLE STORY R EVOLUTION 是NEXON這本的IP授權遊戲 遊戲全新level up 隨時隨地你都可以爽快升級 更有輕鬆放置 組團打怪 還有裝扮家園等玩法等你來體驗 現在預約就送限定焰魔實裝 還有SSR寵物 所以你還在等什麼 趕緊預約跟我一起玩吧 See ya